我是蘇晶晶晶晶晶晶 黃柏昌 那比較簡單 哈地圖啦 沒看錯民眾黨主席 柯文哲從模仿到詮釋經典語錄 首次挑戰音樂劇看來難不倒塌 音樂劇中帶出多根問題 只是在市長任內推動的北市科 一會通過決議要成立專案小組 好天啊 方文西問 連連看就好了 敏感問題不多說 就怕被模糊焦點 但這麼巧要查柯文哲任內的兩大案 掌彎到議會跟民眾黨議員好好聊聊 被動很主動的來對柯文哲 做出柯維拉式的說明 我們從來沒有 我們都是重申市府的立場 那你今天要送民眾黨什麼歌嗎 沒有 你不能大小眼吧 這關鍵字來得真剛好 因為連日柯蔣政府平槓 北市科土地地上權爭議 台北市副市長李四川認為 有無弊案還要調查 但跟一接之隔的T16比照 就給人大小眼的感覺 但台北市前副市長黃神山 就以信義計畫區單價為例 雖然柯市府以每瓶最高單價七百四四萬元標託 但也不會以一接之隔去質疑好市府 過去每瓶的五百零二萬元 一瓶差了兩百零二萬 其實當事人都不用太過緊張 也不用提前焦慮 老記者把另外的標案拿進來 要查的同時 台北市議員簡舒培再點出正義點 質疑這底價怎麼越來越低 甚至T16需要三階段開標 但T17 T18只需要兩階段開標 還售出當時控制者拍板的會議記錄 質疑最後由星光人獸標下T17 T18 就是前立委五星營的家族企業 以過去柯文哲的標準來講 這是不是刀叉吃人肉的財團 不知道是不是最近地震太多 在半夜的時候睡不著 早上起來會胡思亂想 只要看到了這個星光人獸 就會把它跟柯文哲做一個連結 想撇清雨財團掛鉤 只能等柯文哲情子彩蛋 TVBS新聞東軍連軒 SL組台北唱不到